第五百四十一章 看把神灵逼成啥样了 禁制 什么禁制 屠山秘密摇头 茫然道 我去找徐老师他们的时候 很顺利啊 并没有遇到左岸 这下轮到苏木惊讶了 你没有遇到禁制 难道左四明在骗我 不应该啊 看他的形势作风非常谨慎 既然想到了 要在楼里不禁制 不可能不做 徐悦接过话道 楼里确实有禁制 要不然 我们早该到了 也不会让左四明跑出那么远 没错 我们过来的时候就发现 楼里不有迷宫禁制 人一旦陷入其中 短时间内很难脱身 我们也是合理才将它抹除 大猩猩袁老师回过头来说 他一手拿着古给的地图 一手操控着法器键盘 向参与抓捕行动的人 适时通报着左四明的方位 这时候 他已经收到前面传回来的消息 确定三个左四明都已经落网 正被押送回来 方才有空跟着苏木他们闲聊几句 袁老师收起法器键盘 把地图还给苏木 问图山秘密 你当时真的没有遭到阻拦 图山秘密摇头道 真的没有 怪事 袁老师嘖嘖称奇 左四明不下的静置很厉害 你这个小狐狸居然完全没受影响 也是运气好 是运气吗 苏木不那么认为 他想起了几天前 金卫附在图山秘密身上 降临人间的事情 会不会是因为图山秘密身体里 还有金卫的神力残存 所以才不受静置影响 一路畅行无阻 这个事情有机会得找金卫问问 要果真是如此 就好好谢谢他 怎么也要帮他多开几个视频网站的VIP 正想着 图山秘密忽然激动地叫了起来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咦 苏木不由地一愣 看向图山秘密 按道 他记起被金卫附身的事情了 可他当时不是晕过去了吗 你知道原因 快说说是怎么回事 徐悦和袁老师催问道 旁边留守的另外几个老师 也纷纷看向了他 等着回答 图山秘密摆来的 寒江孤影的装逼造型 钟二十足地说 肯定是因为我天赋一禀 说不定还是未面之子 所以才能无视 产人怪不下的静置 一路畅行无阻 看来拯救世界这种事 必须得由 我去完成了 徐悦和袁老师一头黑线 不想理他 苏木则是抬手扶额 摇头苦笑着暗道 我还以为他 想起了些什么 没想到是钟二病犯了 不过产人怪这个绰号 倒是挺贴切 左思明可不就是 一个劲的产人吗 真 高产四亩猪 见图山秘密还在凹造型 他实在受不了 便道 你先别忙着拯救世界 我问你 作业做完了吗 作业 什么作业 图山秘密一愣 顶时刀法的作业 今天不是给你布置了吗 你当时还答应得很爽快 说一定要把作业完成好 图山秘密很想说 我当时是被你给忽悠了 脑子一热 才印下了这些作业 现在我后悔了 能不能不做 再说我一个未免之子 就是主 哪里还需要做作业 最终还是理性战胜了冲动 让他没敢 把这些话讲出口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 拿出菜刀 蹲子 以及练习顶时刀法的食材等东西 开始就地练习刀法 完成作业 这还差不多 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喜欢看这些孩子做作业 图山秘密 则恨得只咬牙 他一边练习着刀法 一边愤愤不平地抱怨着 我要是最终没能当上未免之子 没能救成世界 肯定都是作业太多害的 苏木看了他眼道 你还有功夫发这些牢骚 说明作业还是不够多 要不翻个背 卧槽 无情 恩将仇报 图山秘密赶紧闭上了嘴巴 不敢再吱声 怕苏木真的给他增加作业 很快 文武兵他们 带着三个被抓获的左思明 反了回来 其中两个已经奄奄一息 纯粹是靠着单一不停治疗续命 才没有死在路上 看到苏木 三个左思明的眼睛里 齐齐投射出了怨恨 阴毒的目光 左思明知道 以当前这样的局面 他是完全没有可能逃得掉 同时他也认定了 文武兵等人 想要从他口中 问出生命学派的情报 所以才会抓他活口 一路上不惜消耗丹药与灵力 给他疗伤续命 他或许可以借此提出一些要求 哪怕成不了 也能恶心一下苏木 想到这里 三个左思明齐齐开口 或虚弱 或大声地说 我知道 你们想要生命学派的情报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但是有个条件 得把这小子杀了 只要你们杀了他 我就把知道的是全告诉你们 我可以立下灵事 绝不食言 左思明没有受伤的那具身体 还抬起手指向苏木 周围顿时一静 人们看了眼苏木 又看了眼左思明 旁人都是一副吃瓜看热闹的样子 但文武兵和徐悦等人 却是一副你是不是傻的表情 叹了口气 文武兵先抬手放了个障眼法 隔绝了围观者的视线 然后向身边人吩咐道 动手 杀了吧 是 徐悦 纯胡悦等人应道 左思明既惊讶又高兴 想着 他们真要杀苏木 还有卧槽 意外之喜啊 可苏木不是他们的挚爱亲朋 徒子徒孙吗 他们怎么也愿意杀 连加钱的要求都没有 他正想着 就看到徐悦 纯胡悦等人 忽然朝着他的 三具身体动了手 而他不仅被文武兵压制了实力 身上还带满了法器镣铐 根本反抗不了 你们杀错了 左思明张大了嘴巴 费力地憋出了这么一句话 不是让你们杀苏木的吗 怎么杀我 徐悦痴笑道 没错 就是杀你 纯胡悦也笑了起来 不杀你 难道杀苏木 脑子没问题吧 远智则是一本正经的记录着 凶犯企图袭击我方人员 被当场击毙 事情就是这样 合情合理 我 左思明很想说 我特么被法器镣铐锁着 根本动弹不得 怎么就成企图袭击苏木了 虽然后面的话 他都没能说出口 但远智猜了出来 冷声回答道 你刚才那番话 就是企图袭击的证据 听到这话 左思明差点没给欺诈废 疯了 不只是文武兵 他的这群徒弟 也全特么的疯了 杀了我 你们还怎么从我口里 问出生命学派的情报 你们难道就不想要这情报了吗 导演 这剧本不对啊 左思明很想说 我还能抢救一下 快点奶我一口 但是很可惜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完全讲不出话了 下一刻 他最后三具身体 都扑通倒地 没有了呼吸 不用文武兵吩咐 苏木在第一时间拿出葫芦 把左思明的残魂吸了进去 同时又拿出了香辣钳纸等物 顺带着还给烧了一对纸人 和一栋纸别墅 文武兵都看傻了 等苏木把这些东西烧完 才回过神来 惊讶地问 你怎么还准备了这些东西 跟一位狗刀宗师学的 有备无患吗 苏木回答道 然后摸出手机 给鼓发了条信息 这次魂破棋了吧 鼓很快回了条语音过来 棋了 格儿 这么快一瓶培原零酒就喝完了 还打起了酒格 不会喝醉了吧 苏木有些担心 急忙问 你还好吧 能读取这个魂破的记忆吗 放心 我清醒的呢 这才只喝了一点点而已 想要记 没问题 再给我送十瓶酒来 与苏木接触久了 鼓也学会了讨价还价 成交 苏木赶时间 没有跟他讨价还价 很爽快地答应 并通过葫芦 传送了十瓶培原零酒给鼓 雪山兄弟里 鼓看着突然出现的十瓶培原零酒 忍不住皱起了没 嘀咕道 怎么感觉好像 把架开低了 不过 他并没有再度涨价 怎么说他也是神灵 还是要点脸的 很快鼓又高兴了起来 有十瓶培原零酒 够他醉上几天的了 他张开嘴 将左思明瑟瑟发抖的魂魄吸进口中 一阵品味过后 吐出了一片符文代码 这些符文代码飞进手机 就化作一份文档 被发送给了苏慕 苏慕接收文档后 飞快地传了一份给文武兵 又给鼓发信息到 合作愉快 然后就要收起手机 哎 等等 鼓急忙叫住了他 光有酒没个下酒菜 喝着不太过瘾 顺带再给我传几份灵瑶过来呗 苏慕直接传了几个灵瑶给他 并说 友情附赠 就不让你出血了 鼓都已经做好了卖血换菜吃的准备 万万没有想到 苏慕居然没有趁机宰他一刀 这让他有点不习惯 看了看灵瑶 又看了看这条信息 鼓感觉这事 实在不真实 短暂的犹豫过后 他还是给了苏慕一滴血 并说 你还是收一滴血吧 否则我真不太敢吃这些菜 总感觉你是有更大的图谋 文武兵听到这段语音 忍不住叹了口气 同情地说 瞧瞧你都把神灵逼成啥样了 哎 第542章 托飞入欧 只需一睡 我哪有逼他 我都说免费送下酒菜了 他非要拿血换 我才是被逼无奈的人好吧 说话间 苏慕飞快地将神龙血装 进加了符文的试管 放到专用的第9号处 无法气力保存 文武兵忍不住吐槽 被逼无奈 我怎么感觉 你收这滴血 收得很开心 徐悦则同情地感叹道 看来鼓没有少吃亏 连免费的 就是最贵的这个道理都懂了 苏慕委屈地看着文武兵和徐悦 很想要问问两人 你们到底是谁的老师和师公 怎么胳膊肘还往外管 帮着鼓说话 但最终还是认了耸 没敢吭声 没看到文校长手里面 还拿着个裴杨敏一样的东西吗 鬼知道那里面装着的是什么剧毒 文武兵察觉到了苏慕的目光 养了养培杨敏 他笑着说 不用紧张 这是我养的小可爱 毕竟你刚才是在和鼓神做交易 我得有所准备 以防意外不是 苏慕赶紧点头附和道 不紧张 不紧张 我一点也不紧张 您还是赶紧把这些小可爱收起来吧 别洒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进了苏慕他们的耳朵 这个障眼幻术是怎么回事 谁弄的 然后便听到有人回答 不知道谁弄的 突然就冒出来了 文武兵收起培杨敏 撤去障眼法 笑着说 老张别紧张 这个障眼幻术是左思明弄出来的 他想要搞出混乱 借机绑架人质逃走 不过我在这里 没有让他如愿 已经将他当场击毙 来的人正是张文仲 对文武兵的话 他是一万个不幸 但也没有拆穿 扫了眼左思明的尸体 这我没问到 口供问出来吗 搞定了 你就放心吧 听到这话 张文仲放下了心 不再追问 刚才到底是 发生了什么事 文武兵与张文仲 用传音术商量了几句 然后选出了几个信得过的人 让他们立刻对 左思明的记忆文档 展开整理与调查 重点在街头人 以及其他潜伏人员上 经过一番整理 调查人员 还真是在左思明的记忆中 查到了一些相关情报 其中有几个 被左思明发展的下线 以及他所知的 纠战雀巢计划的参与者 就藏在此次大修会的 参赛队伍里 这些人没有逃走 甚至还在 左思明被抓的时候 围观看了热闹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 左思明是自己人 也不认识左思明 左思明和他们 街头见面时 都是披着人皮外衣 改了容貌 隐藏了身份的 当然 他们就是想要跑 也跑不掉 因为从抓捕 左思明的那一刻起 所有人就都被盯上了 任何一个可疑行为 都会引来隔离审查 文武斌他们 在拿到情报后 立刻对这几个 生命学派成员 进行了秘密抓捕 然后加紧审问 想要顺藤摸瓜 进行深挖调查 这些后续的事情 跟苏慕他们 没有什么关系了 搞定左思明 他们的任务就宣告结束 可以享受真正的假期了 不过在那之前 得先换一家酒店 苏慕和左思明的战斗 把入住的房间 破坏得一塌糊涂 老师们强行破解 左思明部下的禁制 又把酒店其他地方损毁 后来的土盾追逐站 还把破坏的范围扩大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酒店虽然没有变成微楼 却是需要尽快地维护修缮 然而 酒店方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很开心 一方面是赔偿给的高 让酒店方不仅没亏 还有得赚 另外一方面 则是修真大学 接下了维护修缮的工作 还派出资深的风水教授 亲自设计 交由修真者和李莉 来完成改建 装修等一系列工作 这对酒店方来说 简直是因祸得福 因为修真大学派来的 这位风水专家 可是世界顶级 享有盛名的 经他参与设计的酒店 无一例外全都大火 房间一年四季都供不应求 不过 这位大佬 现在主要的心思 都放在了教学上 很少再出手帮人设计风水 规划宝地 哪怕是给再多的钱都请不动 所以 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 酒店老板激动得 差点没有抽过去 让好事变成坏事 虽然装修改建还没开始 但酒店方甚至已经想好了 重新开业时的广告词 一句话便足以 风水宝地 转运圣静 托飞入殴 只需一睡 接待苏木他们的新酒店 听说了这一消息 在迎接他们入住的时候 那叫一个热情 酒店老板亲自表态 各位 我们酒店非常欢迎你们入住 你们想怎么样都随便 就差没有直接明说 各位爷爷奶奶 求求你们 也在我们酒店里打一架 然后请风水大佬过来 帮我们设计一番 哪怕后面的修建装潢 我们自己做 再给一笔设计费 都没有问题啊 苏木他们 自然是听出了这个弦外之音 都很无语 当然 风水专业的同学不一样 他们很开心 纯胡月看着酒店老板 小声地嘀咕了一声神经病 然后开始给青城山的学生 发放房卡 苏木 这是你的房卡 今天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 谢谢师叔 苏木接过房卡 跟周围同学到了声再见 拉上涂山秘密 上楼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个房间与之前住的 虽然格局有不同 但配套的东西都差不多 涂山秘密一进到房间 就四仰八叉地 扑倒在了沙发上 累死我了 我得好好睡一觉 作业完成了吗 你就要睡觉 魔鬼 你就是魔鬼 听到苏木的话 涂山秘密惨叫了一声 但也只能从沙发上爬起 拿出菜刀 蹲子等等 开始练习顶时刀法 这才像那好学生的样吗 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储物法器里 拿出了一包东西 扔给他 接着 什么东西 涂山秘密 伸出没有握菜刀的手接住 发现居然是一包龙血散 顿时激动地尖叫了起来 这真是给我的 你今天立了大功 这是给你的奖励 太好了 涂山秘密高兴极了 他早就想要龙血散了 但是一直没有积累到足够的功劳 今天总算是如愿了 习大普奔啊 谢谢老板 老板你真的是太大气了 你就是天使 不对 天使都比不上你 高兴坏了的涂山秘密 不停地拍马屁 苏木笑道 你刚才不还说我是魔鬼的吗 这么快就变天使了 这涂山秘密有点尴尬 心说谁让你不早点 把这奖励给我 但这话是肯定不敢说出口的 好在他反应够快 立刻有了说辞 我刚才是想说 老板你长得帅 有魔鬼般的身材与魅力 苏木满意地点了点头 算你聪明有眼光 不过 你捂着胸口做什么 我这不是摸着良心在说话吗 涂山秘密道 心里面则在悄悄地说 我怕撒谎良心会痛 提前做好预防 苏木虽然有些怀疑 但是没有深究 笑道 行了 你先做作业吧 完了后 可以去浴室 把这包龙血散泡了 也可以等回家后再泡 好的好的 我这就做作业 涂山秘密连连点头 只等完成顶石刀法的练习 就去把龙血散用掉 距离大修会结束 还有好几天呢 他可等不了 哆哆哆的切菜声 很快在房间里面响了起来 还好酒店的隔音不错 而苏木在进屋后 又放了个隔音术 否则隔壁屋的人 指不定会怀疑 他们是在做什么 苏木拿出香炉 熏了一枚香丸 以帮助涂山秘密 更好的集中注意力 洗练刀法 然后把左思明的记忆文档 传给阿米亚 让他进行整理 区分归类 纵然阿米亚的运算速度很快 完成这个任务 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苏木便拿出手机 给金卫发了条信息 询问起了图山秘密 不受左思明 禁止影响的原因 片刻后 金卫回了信息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在他的身体里 有我残留的神力 一般的禁止 根本困不住他 果然是这样 知恩图报的苏木 立刻表示 谢谢金卫上神 为了表示感激 我再帮你多开 几个视频网站的VIP如何 金卫非常高兴 好啊好啊 如果能再给我一些辣条 薯片之类的零嘴 就更棒了 苏木答应得很爽快 没问题 我这就采购 等回到学校 你来找我 幸亏古没有看到这一幕 不然得哭 看到金卫回了个 我觉得OK的表情包后 苏木放下手机 扶了煤丹药 坐在床上催动功法 养恋内丹 等到他修炼完毕 图山秘密 已经完成了作业 正在浴室里面泡澡 书金趴在浴室的门缝上 封面上列着大嘴 一个劲的吸气 怎么看怎么猥琐 还好苏木知道 他并不是在偷窥 而是在蹭龙血的灵气 不然肯定要揍他一顿 拜托你有点出息好不好 苏木没好气地说 然后问阿米亚 左思明的记忆 整理好了吗 阿米亚回答说 整理好了 已经传到博士明的手机里了 做得好 苏木夸道 拿出手机一瞧 阿米亚把左思明的记忆 也给整理成了四份 日常 生命学派相关 基因相关 以及修行法术资料 同时他还看到 手机上有一条 鼓发来的未读语音 这条信息发过来的时候 他正在修炼 鼓主动联系我做什么 苏木有些好奇 点开信息 鼓的声音立刻出现在了房间里 我这里有个好东西 你要不要 第543章 又一件神性物品 好东西 苏木眉头微挑 感觉这一幕似曾相识 之前除掉贺奎的时候 鼓也曾卖给他一个好东西 引流之主 于是苏木问道 是从左思明身上得来的 同时赶紧把引流之主 寄生的玉牌拿出 将这个神奇的生物放了出来 又取来丹药 供他吞噬影子 美滋滋的饱餐一顿 这次能够反杀左思明 引流之主 也是立下了大功的 而且引盾这种技能 配合暗杀偷袭 打出前行无双的效果 也是可行的 所以得赶紧把引流之主喂饱 免得下次再有突发事件 他却还饿着 想用不敢用 用了 就可能会少个物件 这谁敢赌 又不是烟双鹰 把把都能赌对 万一烧的是那二两肉 卧槽 想想都疼 看着将丹药完全包裹住了的黑影 苏木说道 吃吧 多吃点 早点吃饱 我别的东西没有 就是丹药多 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引流之主 能不能吃毒药 要是能吃 倒是多了个用途 这事值得研究 不过苏木还是决定 等回到学校再说 到时候 就算引流之主吃坏了肚子 也能找人 想办法解决 其实苏木为引流之主 并没有花多少时间 但谷再回了一句 没错后 见苏木这边没有了动静 居然是着急了 直接播了个视频过来 苏木点了同意 接通视频 就看到谷的胖脸 出现在了屏幕中 没等苏木开口说话 谷便心事问罪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这话听着 有点像是女友 在质问男友 可惜 谷不是女的 更不是可爱的女装大佬 苏木道 我正准备回 再说 这过去也没两分钟吧 谷哼哼道 两分钟还不够久的 都够打个冷战了 两分钟就完事了 哥们 你这速度有点快啊 是该多喝点赔源零酒不补 你干嘛用这种目光看着我 谷咒没问 感觉苏木看他的目光很奇怪 好像是在同情他 这让谷很困惑 老子可是神灵 你不膜拜 我却同情我 这到底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 还是我的眼睛有了毛病 我目光没有问题 可能是网络不太好 让你看差了 苏木岔开话题 有些惊讶地说 你真从左思民身上弄到了好东西 刚才文校长可是在旁边 居然都没有发现 你这爬切的本事也是厉害 废话 我可是神灵 当然厉害 不过你说的那个人倒也奇怪 他明明是 发现了我的举动 还试图阻止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收了手 任由我把东西取走 还有这样的事 苏木微微一愣 紧接着便反应了过来 肯定是文校长给他开后门 让他能够通过鼓 拿到一些好东西 也算是变相地给他奖励 为他谋福利 苏木在心中感谢了文武兵一声 然后问 你从左思民身上弄到的 是个什么好东西 不会又是一件神性物品吧 鼓点了点头道 猜对了 就是神性物品 苏木急忙问 是什么 有什么效用 鼓咒没到 我不是给了你左思民的记忆文档吗 怎么 你还没有看 刚才疗伤修炼呢 没顾得上看 这会儿又跟你视频 不好去查文档 你就直接告诉我了呗 一点也不重视我的劳动成果 鼓嘟囔了一句 然后才说 这个神性物品 是用鬼母骨头做成的鼓珠 鬼母 苏木侧头 看向了一旁扶在地上 瑟瑟发抖的书精 虽然鼓没有献出真身 也没有往人间投影分身 只是和苏木 打了个普通的视频通话 但源自血脉里的压制 还是把书精给吓趴了 当然 他并不知道鼓的身份 只知道这个 和苏木视频通话的 绝对不是一般人 相比起来 浴室里的屠山秘密 就要好很多 他的身体里 还残留有精卫的神力未消散 帮他抵消了鼓的威压 所以 他一点感觉没有 还在泡着早哼着歌 苏木送了道灵力给书精 帮助他缓解了压力 说道 别抖了 给我说一下鬼母的资料 书精小心翼翼地 看了眼手机屏幕上的鼓 然后才说 鬼母是在第二次秘境降临时 出现在南海小渔山中的鬼神 能铲天地与鬼 据 树一纪的记载 鬼母虎头龙族 莽木娇眉 朝铲鬼 牧师之 什么铲天铲地 一个鬼神而已 岂能有那样的本事 他郁郁的天地 不过是一方秘境的空间罢了 鼓撇嘴 一副老子比他牛逼多了的表情 苏木没有理他 认真听着书精的介绍 说起来 树一纪 这本书 苏木是听说过的 这书的作者有两位 一个是任访 另外一个是祖冲之 没错 就是把圆周率计算到了三 1415926的那位大佬 苏木还记得 自己在小学背诵这玩意儿的时候 没少绝望过 只是没有想到 祖冲之不仅是数学大佬 还是一个修真者 话说这样的人 设有点眼熟啊 英格兰的圣殿骑士牛顿 后来也曾模仿过 不知道是食人牙会 还是在向先贤致敬 惨鬼 听完了书精的介绍 苏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关键词 他回头看向手机屏幕 问道是这个神性物品 让左思明能够吐出好几个分身 没错 有了这个神性物品 你总共能有九个分身 但是要注意 每次吐出分身 都只能维持到当天晚上十二点 过了这个时间 分身就会消失 要是分身被他人摧毁 则会彻底失去 苏木听完了古关与鬼母古猪的介绍后 又问道 我看左思明 能让本体与分身互换 也是这个神性物品自带的能力吗 那不是 古摇头道 那个能力 是他通过融合的异兽基因 获得的 你要是想跟他一样 也得融合那个异兽的基因才行 那算了 苏木摇头 融合异兽的基因 危险性实在太大 他可不想冒那的险 虽然鬼母古猪 只有分身 无法让本体与分身互换 但有分身也不错 这个神性物品 要是运用的好 就等于是多了九条命 很不错了 只是不知道 这个鬼母古猪 有什么副作用 和引流之主一样 要在用后的第一时间喂养它 否则 它将从你身上寻找食物 卧槽 又是一个活着的神性物品 苏木微微皱眉 问道 它吃什么 血食 新鲜的血食 还好 不算难弄 对于一个顶时专业的学生来说 血食都是随身带着的 只是新鲜的不太好弄 但相比保命而言 还是可以接受的 于是苏木问 你想要我用什么换 钱 还是酒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当然是全都要 对了 还有下韭菜 也不能少 古在说这话的时候 口水都流出来了 哥 我给你个瓶 你能把口水接起来不 别浪费呀 这可都是神龙闲 苏木和古 当即就鬼母古猪 能换多少钱 和多少韭菜 进行了一番亲切友好的的协商 也就是隔着手机 不然打起来都有可能 真的是一方漫天要价 一方做地还钱 当然 苏木跟古讨价还价 并不是抠门 都是为了古着想 如果古开的价 苏木一口答应 那他岂不是又会觉得 自己开价低了 卖亏了 之后的日子 可能都会懊恼后悔 睡不着觉 可是换个情况 在一番讨价还价后 苏木无奈答应 那古就会觉得 自己卖了个好价钱 狠狠地敲了苏木一笔 之后的日子 每每想起这件事 他都会发自内心的一笑 开心不已 为了能让古有个好心情 苏木真是做出了多大的牺牲 用心良苦呀 终于 苏木和古谈好了价钱 苏木在第一时间 把古要的钱赚了过去 然后又拿出葫芦 送了几瓶培原灵酒 和一批灵窑过去 并认真地说 剩下的酒 我会尽快给你凑齐的 它们很稀有 不是那么好弄到手的 行 你早点凑齐给我送来 古答应了 紧接着就把鬼母蛊猪 传送给了苏木 他不怕苏木赖账 这么多次交易 他相信苏木这点信誉 还是有的 苏木看着鬼母蛊猪 这个东西 看着就像是一颗舍利珠子 拿在手中 还能感受到 他传递出来的信息 呃 血肉 要吃 苏木手边暂时没有新鲜血肉 不过他有办法 挂了跟古的视频通话后 下了个在线买菜的app 买了两条活鱼 特别标注不要杀 就要活的 在等着活鱼送来的时候 苏木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急忙给古蛋了个视频 问道 你之前说 鬼母蛊猪换出的分身有九个 一旦被毁 就会彻底消失 对啊 怎么了 我要是没有记错 左思明正好是被毁掉了九个分身吧 这鬼母蛊猪还能用 当然能用 重置一下就行了 还能重置 这是神性物品 还是手机 你重置过了吧 苏木问 当然没有 那得加钱 古回答的理直气壮 这还是以前那个天真好骗的古吗 学坏了呀 哪个王八蛋教的 第544章 哭了 比渣男都不如 要不要重置 痛快点 我还在玩游戏呢 没功夫 陪你浪费时间 古说这番话时 表情戏谑 一副吃定了苏木的样子 苏木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尼玛就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 哎 我刚才是不是骂了我自己 算了 这不重要 他看着视频里的古 问道 重置什么价 便宜 古黑黑一笑 别说 就他这笑容 已经颇有几分奸商气质了 跟你买走鬼母蛊猪的价钱一样 确实便宜 苏木差点就把这话讲出口 要是换做他来卖这重置服务 不涨个几倍的价钱才怪 毕竟不买这重置服务 鬼母蛊猪就是个没有用的废物 买他花的钱 等于是打了水漂 在这样的情况下 重置服务 只要别贵到太离谱 都能够卖得出去 至于说 找别人重置 这可是神性物品 哪里是那么好重置的 就算是文校长 张校长他们这样的半神 拿到后 恐怕都是抓耳挠腮 无可奈何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蛊还是太嫩 没有把奸商的本事学权 苏木忽然眉头一致 想到 我要不要找精卫试试 但很快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精卫实力没有问题 但许多记忆都已失去 只怕并不懂得 如何来重置鬼母蛊猪 虽说可以找他试试 可要让蛊猜出我多方长势无果 多半会趁机涨价 让我偷鸡不成十八米 呸 这是什么破比喻 搞得 我好像是反派一样 在苏木考虑的时候 蛊心里面则是乐开了花 故意道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次你若是不要 下回再来找我 可就不是这个价了 我要了 苏木赶紧到 明智地选择 古黑黑一笑 让苏木把葫芦和鬼母蛊猪都拿出来 然后张口吐出了一颗璀璨光球 光球耀眼无比 仿佛一轮小太阳 从葫芦上的眼睛花纹中飞出 将鬼母蛊猪包裹在了里面 见苏木傻站在一旁看热闹 古催促道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滴血认亲啊 神特末的滴血认亲 你才跟着骨头猪子是亲切 那叫滴血认主好吧 苏木在心里面吐槽 但动作却是很快 以灵力为刃 割破指尖 滴了一滴血在被光球包裹着的鬼母蛊猪上 光球与血猪 瞬间被鬼母蛊猪吸收 苏木立刻感觉自己 与这颗骨头猪子之间 建立起了一种玄妙神奇的联络 搞定 请你尽快给我准备好 送过来 我还要玩游戏 不跟你视频了 古没有等苏木道谢 扔下这么一句话后 便挂断了视频 雪山兄弟 万年兵层中 古哈哈大笑 高兴不已 总算是宰了苏木一刀 看到他愁眉不展 头痛心疼的样子 我这心里面 就格外的开心 他的目光落在了旁边的 裴员灵酒和灵妖上 这么开心 当然要再喝一杯了 刚才已经喝了两瓶 这次就少喝点 开一瓶得了 古自言自语 手一挥 喷喷两声响 两瓶裴员灵酒的盖子被打开了 哎呀 失手开了两瓶 没办法 只能都喝了 不能浪费啊 古假惺惺的说 幸亏这一幕 没有被苏木看到 不然肯定是一顿好吐槽 古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玩着手机 心情大好的他 还朝着冰层外面 监视他的无人机 举杯敬酒 上方研究基地里的人 瞧见了这一幕后 都很无语 又喝上了 古怎么就这么喜欢喝酒呢 难道在上古时代 他司职酒神 历史文献中 没有这样的记载啊 这小日子过得 比我们还舒坦 都说古是在服刑 是被关押在了 冰层牢笼中 可哪家的囚犯 能够天天喝酒 吃肉玩手机 这种悠闲的日子 我也想过呀 与其说他是个囚犯 我倒是觉得 他更像是一个死宅 还是不愁钱花的那种 他吃的韭菜 玩的手机 都是从哪儿得来的 谁知道呢 或许是他悄悄 在世间发展的信徒 献祭给他的吧 这几个问题 我们研究了很久 都没有头绪 青城山的人 应该是知道点情况 但他们不肯讲 说是有保密条令 我们应该给后勤提个要求 让他们下回 运送不起过来的时候 也送点酒来 这股对我们摇摇敬酒 我们不回敬一下 显得很失礼 研究员们在这些日子 早已是见惯了这些情况 虽然议论 却不觉得多惊讶 并且很快 就又去忙各自的事情 只留了几个人 盯着监控视频 在基地外面的冰层中 种了一片净灵草 这些净灵草 与别处的不一样 是道圣元老 亲自带着他的研究团队 亲自来到这里 培育改良而成的新品种 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 股市放出来的灵力波动 并由此大大提升了 在雪山兄弟里面的存活率 以及对这里灵气的转化效果 甚至遏制住了雪山兄弟里 灵气恶化的情况 这个研究成果 可以说是最近这段时间里 最大也最激励人心的收获 元老的团队 还在继续实验 想要进一步改良净灵草 他们的目标 不仅是要遏制住灵气恶化 还想要将这里的情况彻底改变 让兄弟变作伏地 使绝境成为洞天 所以元老的团队 还前往了其他的兄弟绝境 以及灵气恶化的洞天伏地 想要将这边取得的成果 运用到其他地方 如果能够成功 必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说不定在第三次秘境降临时 亦能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冰层中 鼓一边咕噜噜地喝着酒吃着菜 一边昂起头 看着一群灵职专家 在他头顶上方的雪地里 卖力地种植着翠绿色的草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上来 打了个酒阁后 鼓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嘀咕道 这个技术 不知道苏慕那小子敢不敢兴趣 或许我可以偷学这个技术 把它卖给苏慕 虽说这些日子 卖掉的血 对于鼓来说不算多 但要是能够多弄点别的东西 拿来换酒换钱换游戏 岂不是更好 要不然一直卖血 万一哪天卖出个贫血病来怎么办 总不能到时候开麦龙铃吧 想到苏慕 鼓舅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小子现在 应该正在唉声叹气 为自己被宰心疼吧 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苏慕这会儿也在笑 跟我斗 你还是嫩了点 这个价你有没有赚到我不清楚 但我绝对是不亏的 神性物品的价值本来就不菲 何况鬼母鼓猪的作用如此神奇 运用得好 就等于是续了九条命 能够救命的宝贝 给再多的钱都是值得的 苏慕放下手机 拿起了鬼母鼓猪 因为与这件神性物品 建立起了神秘联系 苏慕对他传递出来的信息 能够感知得更清楚 不过鬼母鼓猪 虽然好像是具备有生命 但在智力上面明显不足 翻来覆去 传递出的信息都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 因为和苏慕建立了神秘联系 他居然能够将这种饥饿感 传递给苏慕 让苏慕也跟着一块饿了起来 还好他没有 把是吃血食的习惯也传给我 吃生食 可是很容易得病的 苏慕一边嘀咕着 一边从储物法器里 拿出灵瑶吃了起来 鬼母鼓猪咕噜噜地滚到了灵瑶盘子里 苏慕也没见他上面 裂出个嘴巴之类的器官 可盘子里的灵瑶 却是忽然少了一块 紧接着 苏慕从鬼母鼓猪那 感觉到了新的信息 不好吃 看来是真的饿坏了 苏慕看着鬼母鼓猪 很是同情 也是 不久前 他连着帮左思明制造了好些分身 消耗肯定很大 然后又被鼓给重置 又消耗一波 他要是像手机那样 有个电量显示 这会儿 多半已经是在10% 甚至5%之下了 再等等吧 活鱼就快要送到了 苏慕摸了摸鬼母鼓猪 安慰道 动作像是在撸猫 可惜的是 鬼母鼓猪光秃秃地没有毛 缺乏手感 说起来 这件神性物品 简直是渣男神器啊 苏慕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忽然就想到了这个 渣男要是有了鬼母鼓猪 便出九个分身 怕是能够高兴死 同时交再多女朋友 都不怕翻船 哪怕是被抓了现行 都能说是自己的孪生兄弟 而且是 真的能够叫出一个兄弟来的那种 并非无中生有 话说 分身的感觉 能够传递给本体吗 如果能 岂不是同时享受九分快乐 还不得上天啊 想到这里 苏慕忽然又伤心了起来 妈了的蛋的 我想这些有什么用 我特么一个女朋友都没有 连渣男都不如 等了一会儿 苏慕买的活鱼送到 苏慕把鬼母鼓猪 放到了庄鱼的口袋里 立刻感知到了鬼母鼓猪 传递出来的满意信息 你满意就行 慢慢吃 别噎着 说到这里 苏慕忍不住皱眉 这猪子吃东西 会噎着吗 算了 不管它 摇摇头 苏慕拿起手机 查看起了左思明的记忆文档 第545章 奇怪的知识点 苏慕先打开了左思明记忆里 与基因研究有关的资料文档 结果发现 里面的内容并不多 而且还都是基础方面的知识 高精健的内容居然是一点也没有涉链 他还以为是出了bug 忙问阿米亚 这个文档是不是整理出错了 阿米亚瞧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回答说 没有出错 不是 在左思明的记忆里 关于基因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很少 苏慕眉头微皱 问道 知道原因吗 阿米亚在整理左思明记忆文档的时候 把所有都看过 所以还真是知道 左思明隶属生命学派的行动队 而非研究部门主要从事的任务是执行纠战雀巢计划 冒充在修真大学 研究机构 政府部门里的工作人员 窃取研究成果 更改研究数据 破坏研究的进展 原来是这样 苏慕轻轻点头 看来 在生命学派内部 也是划分了不同派系与部门 他本来还想着 从左思明的记忆里 再学到一些关于基因研究的知识 现在看来 这个愿望是无法实现了 左思明对基因学 还没有他掌握得多呢 不过在其他领域 尤其是考古与历史研究这块 他倒是懂得挺多 估计这也是 他能够去冒充静安教授的原因 苏慕翻看了一下 发现这一块的知识 都被阿米亚归在了日常里 有些杂乱 但他对这很感兴趣 便吩咐阿米亚 你把左思明 在考古与历史研究这块的记忆 好生整理出来 单独列个文档给我 格式参照历史文献的写法 是 阿米亚硬道 立刻照办 苏慕继续翻看左思明的记忆文档 发现这家伙 虽然对基因研究懂得不多 却是行动队里的骨干 甚至因为立功很多 被获准参与过 对全知全能的主的祭祀仪式 苏慕看到这里 顿时来了兴趣 自从知道生命学派的背后 还有一个疑似为神灵的神秘存在 他便一直在好奇 这个神秘存在到底是谁 创建生命学派 有什么目的 苏慕才不相信 是在无私地帮助人类进化 这种鬼话 不过是生命学派编造出来的 自欺欺人的说法罢了 只可惜在贺奎的记忆里 虽然多次提到主 但他的级别和贡献还是不够 所以对于主的情况 知晓不多 而且 贺奎还对生命学派的主 抱有很强的怀疑与警惕 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敢 去主动打探 让我看看 在左思明的记忆里 能否收获到更多 关于这个神秘存在的情报 苏慕嘀咕了一声后 滑动屏幕往下面看 左思明参加的这场祭祀仪式 并不是在国内举办 而是在高丽那边 别看高丽这个地方 国土面积不大 但是那边各种修行教派都有 正到邪派层出不穷 生命学派将祭祀仪式放在哪 倒是个好选择 说不定在高丽那边的许多学校 教派乃至政府部门里 都有生命学派成员 在祭祀仪式上 左思明和其他有幸参加仪式的人 都有聆听到他们那个 全知全能的主的教会 只不过 左思明并没能够听懂教会的内容 他感觉那个声音 混乱诡异 充满了让人疯狂的力量 他也是强行压制 才没有发疯 在祭祀仪式中 有的是人在聆听了主的声音后 发疯发狂 甚至因为灵力紊乱 产生自爆 主持仪式的学派高层 说那些发疯发狂的成员 是对主不够虔诚与尊敬 而那些自爆的 则是把自己献祭给了主 成为了主的侍从 别人怎么想的左思明不清楚 但他却觉得恐惧与害怕 不过他没有因此判出生命学派 反而是更加忠心 因为他害怕 自己一旦背叛生命学派 就会被全知全能的主给盯上 让他也发疯发狂 甚至自爆 苏木在看完了左思明的这一段记忆后 忍不住挑眉低语 混乱古怪的抑郁 让人疯狂甚至死亡的影响 这样的情况似曾相识啊 在使用通神术的时候 可不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吗 看来生命学派搞的这场所谓的祭祀仪式 倒更像是一个扩大版的通神术 不过他们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 不可能只是为了震慑学派的成员吧 肯定有别的目的 只是左思明的级别不够 所以不清楚 更让苏木感觉遗憾的是 左思明不仅不知道 这场祭祀仪式的真实目的 也不知道他们侍奉的那位 全知全能的主的真名 否则苏木还可以拿这个名字 去找谷和精卫打听一下 推测出更多的讯息 放下手机 苏木揉了揉太阳穴 正好涂山秘密泡完澡修炼完毕 从洗澡间里面走了出来 苏木侧头看了他一眼 不由地移了一声 他清晰地感觉到 在涂山秘密的身体里 不仅有刚刚吸收到的龙血灵力 还有另外一股神力 精卫的神力 这小狐狸居然把精卫残留在他身体里的神力 也给吸收了 你干嘛这样盯着我 涂山秘密下意识地护住了身子 紧张兮兮地问 苏木感觉自己有被冒犯到 没好气地说 放心 我对兽型的狐狸没有兴趣 涂山秘密小声地嘀咕道 这可说不一定 你老不找女朋友 谁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我听说在霓虹那边 喜欢兽娘的人可不少 什么乌贼娘 老虎娘的 甚至连植物类的土豆娘 都有人爱 苏木脸都绿了 这小狐狸 是从哪儿学的这些稀奇古怪的知识点 他装作没听清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涂山秘密可不敢重复刚刚的话 推说 你这样盯着我 让我有点心头发毛 苏木笑了 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大秘密怕的事 随后探道 我现在相信 你确实有那么点未免之子的意思了 嗯 涂山秘密被这突如其来的夸奖 搞得有点猛逼 想问问苏木为什么这样说 可他已经拿起手机 看起了文档资料 涂山秘密再好奇 也不敢打扰苏木 他会被布置更多的作业 他只能在心里面吐槽 你以为自己是美丽坚大统领 没人比你更懂未免之子 摇摇头 他纵身一跃 Pi的一下 趴在了沙发上 然后飞快一转 就从趴着变成了盘腿坐着 然后催动功法 继续修炼 之所以这么勤奋 是因为他发现 泡完澡后 身体里的灵力长了一大截 还多了一股很奇妙的能量 直觉告诉他 如果能将这股能量 与自身的灵力完全融合 他将收获巨大 当然 他并不知道 这股奇妙的能量来自精卫 只以为是龙血里的能量 看着手机文档的苏木 瞥了涂山秘密一眼 将香炉中熏着的药香 换成了宁神定破香 这个药香 更加适合涂山秘密的修炼 苏木这次看的 是左思明在修行与法术上的技艺 左思明的修为本身就不弱 能够在修真大学里 冒充专家教授 在修行理论上面 更是下了不少功夫 苏木没有完整通读 只是扫了眼 便可以确定 这些知识点 对他后续的修炼 是有很大帮助的 而在法术方面 左思明擅长的是 幻术与法术 看到法术 苏木的眼睛顿时一亮 之前在学校大考核 挑战副本中 他和他的队友 多次靠着法术逢凶化吉 歼灭强敌 对于法术 他很感兴趣 甚至还专门报读了法术课程 准备系统学习 左思明擅长的法术 以幻术迷宫为主 就是他之前说的那些禁止 其实幻术迷宫用得好 能把人困死在其中 只可惜遇到了屠山秘密 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时的屠山秘密 等于是开了外挂修改器 左思明的幻术迷宫再精妙 也不可能有用 幻术迷宫要是与毒阵相结合 威力恐怕不一般啊 苏木摸着下巴 挠不出了一个画面 敌人进入迷宫般的毒阵 一路走一路掉血 绕来绕去都绕不出去 咦 怎么感觉像是在玩塔房 这个方向值得研究 成了之后 能以最少的资源干掉强敌 苏木得出结论 之后的几天里 苏木除了把左思明记忆文档中 关于幻术迷宫这一块的知识看了遍 还让书金从图书馆里 借出了不少相关书籍 准备系统学习 另外在这几天里 苏木每天都有和苏叶视频 还被问过什么时候上场比赛 苏木早就想好了借口 我是临时被征召进比赛队伍的 主要是做替补在主力队员受伤的情况下 才会上场 现在看来是没有上场的机会了 听了这个解释 苏叶觉得很遗憾 他怕苏木受打击 还安慰说 哥 你能去就已经很棒了 就算不能上场 也没有关系 别多想 白症和小杏花 在听说了这个事后 也给他发来信息 安慰加油 惹得苏木有些困惑 小杏花给我发信息 能理解 他是在垂涎我的美色 这个白症是怎么回事 难道也被我的颜值给迷住了 唉 我这该死的 无处安放的 魅力啊 胃疼 请个假 胃病犯了 痛了一天 根本没法集中精力码字 实在抱歉 请假一天 吃药不抵用 还在挂水的老五流 第546章 挂逼苏木 随着闭幕式结束 本届修真大学生运动会 便宣告完美落幕 网络上面的热度 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一些有实力 有颜值的明星选手 更是会成为大众偶像 吸引无数粉丝 贡献崇拜愿力 帮助他们思一位成仙 不过这些跟苏木他们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连场都没有上 就算再有颜值 也吸引不到粉丝 虽然闭幕式结束 已经是晚上的9点 但还是有不少修真大学 选择在当天返回学校 因为参赛的选手 都还是学生 出来这么多天了 要回去赶学习进度 不作业 尤其是好些团体作业 没有这些学霸带队 根本完成不了 据说不少作业 在这段时间里 都是相当的嚣张 把学生们虐得哭天喊地 大家早就期盼着学霸们回去 带队向这些作业发起冲锋 以报仇血恨 青城山修真大学 倒是不着急 准备第二天再走 让学生们可以多休息一晚上 不用太敢 刘鹏就读的 丹霞山修真大学 则是在今天就要走 苏木陪着 他在一楼大堂里退了房 又把他送出了酒店大门 外面的夜空中 悬停着好几艘飞仙艇 造型虽然不同各有特色 但体积都很巨大 看着就像是一条条昆 遨游在月夜星海中 酒店大门处 还有一位身上贴着 大升幅的工作人员 在不停地招呼着 大家找准自己学校的飞仙艇 可别上错 不然把你当作奸细奏一顿 可怨不得人 刘鹏昂头望着天空 找寻自己学校的飞仙艇 并说道 我走了 回去拆了包裹 就评测符文手办 肯定搞出一篇高质量的评测文章 绝对不会让你在客店面前丢脸 苏木笑道 好 我等着看你的文章 刘鹏比了得OK的手势 又叹气 我在考秀之前 本来是想要当个手办师 没想到他们却说 我在鼎石上的天赋很好 不当厨子可惜了 你这身材 不学鼎石 确实可惜 有句话说得好 头大脖子粗 不是大款 就是火肤 顶石专业 更是大款与火肤的结合体 呸 你柴头大脖子粗 老子回去就减肥 苏木笑了笑 建议道 你要是真想当手办师 可以再选修个扶阵 和气修专业吗 算了 刘鹏摇头 我以前有想过 但是在认真考虑后 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什么 怕修不过学分挂科呗 我在扶阵和气修上面的天赋很一般 我也想开了 玩符文 手办就行了 没必要去当手办师 就像有人喜欢看你红洞作片 难道还去应征当演员 对了 把你的详细地址给我一个 怎么 你要给我寄东西 刘鹏看了眼左右 他还没有学到传音术 只能压低了声音说 我们学校会给参加任务的学生奖励 修行物资之类的东西 你肯定是不缺的 我就不给了 但是有个木龙血 是我们丹霞山的特产 到时候寄一份给你 让你和小叶子尝个仙 木龙血 刘鹏点头道 我们那儿有个丹霞湖 据说很早之前 湖里盘踞有一条木龙 后因作恶被干掉 龙珠遗落在了湖底 每年都会凝结出一些 类似于血豆腐的东西 被称作木龙血 传闻是不是真的 众说纷纭 没个定准 还成了我们学校十大传说之一 每年都有无数学生 想要潜入湖底去寻找龙珠 也没个结果 但木龙血真的是好东西 灵气充盈 爽滑可口 无论是拿来做灵瑶还是炼丹 都是上家的选择 之前不是说 请你路串吃宵夜吗 结果因为一系列的事情耽误 到现在都没有寝成 干脆就用这木龙血 代替宵夜了 那我不是赚大了 既然是刘鹏的一片好意 苏木也就不推辞 把详细地址 发到了刘鹏的手机上 这时候 一道响亮的声音 从天空中传了下来 前省丹峡山修珍大学的同学 请尽快上飞先艇 我们马上就要返校了 现在是催促登艇 哎呀 催促登艇了 我得赶紧走了 刘鹏说着 飞快地拿出了一口锅 锅身上面遍布了符文 一看就知道是个法器 刘鹏跳进锅里 念动咒语 锅身上的符文闪烁了起来 仿佛一团团燃烧正旺的火苗 怎么样 我这锅牛逼吧 既能拿来炒菜 还能当飞行道俱用 遇到危险 还能当盾牌使 拿来保命 刘鹏炫耀道 牛不牛逼 苏木不是很清楚 但这造型 实在让他有些哭笑不得 宝贝是挺好的 就是你坐在里面吧 看着有点像是被煮了 正好旁边路过了一家三口 小孩子看到这一幕 激动地叫了起来 妈妈快看 小猪佩奇被煮了 苏木实在没忍住 哈哈大笑了起来 刘鹏的脸色变得 跟锅底灰一样黑 佩奇是母猪 我是乔治 佩 我可不是猪 小孩子的父母赶紧道歉 说是晚上光线不好 让小孩看错了 然后又问他们 是不是在搞行为艺术 要不怎么在大街上煮人 算了 以后还是用飞剑吧 刘鹏叹道 你不是有把飞剑吗 苏木依稀记得 刘鹏之前曾经用过飞剑 坏了 刘鹏叹道 品质太低 被凶兽的妖气一击就挂了 我送去修 人直接说 没必要修 让我换新的 苏木建议道 换客店的飞剑吧 你是评测员 还能享受内部折扣 很划算的 还有内部折扣 刘鹏顿时动了心 琢磨道 回学校后 我多做点灵涯 卖了赚到钱就去买 客店的飞剑 不但品质高 还能当菜刀和烧烤架势 一见多能 不亏 苏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又说 以后在修行上面遇到问题 可以来找我 顶时尚的问题 我也能帮你解答 有你这句话 我以后肯定尝向你请教 刘鹏听过苏木的网课 知道他对修行的理解和感悟很高 要是能够得到苏木的帮忙 修炼进度肯定会提升不少 谢了 谢什么 赶紧滚蛋 刘鹏坐着黑锅 带起一片火光飞上了天 天上还有不少架着飞剑 骑着灵情大鸟的同学 以及像刘鹏这样 坐着稀奇古怪法器的 都在找寻自己学校的飞仙艇 很是热闹 谁知道五台山的飞仙艇在哪 你看哪的飞仙艇上光头多 挨个找 很快就能找到 毕竟光头多的飞仙艇 都是很反光的 九华山的在这里 还有没有九华山的学生 抓紧时间 我们马上要走了 有没有要充电符文呢 便宜卖了呀 花生瓜子矿泉水 啤酒饮料八宝粥 前面的飞剑让一让了呀 苏木站在酒店门口 目送刘鹏找到 丹霞山的飞仙艇 并与之挥手道别 等到这艘飞仙艇飞走之后 才转身进了酒店 一夜无话 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 苏木他们下楼退房 准备返回学校 刚把房卡放到前台 苏木就听到有人叫他 扭头一看是淳胡月 旁边还跟着毛山的宋宇 苏木走了过去 先是跟淳胡月和宋宇 打了声招呼 然后才问 师叔 你找我有事 淳胡月的手里 捧着一个盒子 笑着递给了他 宋老师给你送万树果实来了 还不快说声 多谢宋老师 苏木接过盒子 道了声谢 心里则在嘀咕 之前不是说等 回到学校 再把万树果实送过来的吗 怎么今天就给了 宋宇也很无奈 他之前说 亲自送去青城山 是想要借机 请淳胡月吃饭 看电影 发展感情 可这事儿 直接被淳胡月堵死 他还去青城山做什么 此外还有个原因 淳胡月照片一天不删 他心里就一天不安稳 于是在昨天闭幕式结束后 他特地请了个假 连夜赶回学校 把万树果实给取来了 宋宇虽然很心疼 可是在淳胡月面前 还是要装得很大方 他白白手道 不用谢 本来再说不过是几个万树果实而已 当话到了嘴边 又给咽了回去 怕淳胡月 趁机又宰他一刀 淳胡老师 那几张照片 你可以删了吧 没问题 淳胡月很讲信用 当着宋宇的面把照片全删了 连云端也删了得干干净净 宋宇看到后 长松了一口气 淳胡月收起手机 对苏木说 你把果肉吃了后 果核留着势众 要是能把万树种活 以后咱们学校便多了一种灵树 他毛山的人 也不能在我们面前 拿万树装逼了 宋宇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 淳胡老师 你不懂灵质 这万树 可不是那么好栽种活的 对水土光照乃至灵气 都有高要求 再说 就算能够种活也没用 年份不够的万树 接出的果子是反果 没什么价值的 淳胡月也笑了 我是不懂灵质 但你也不懂苏木 嗯 宋宇一脸茫然 淳胡月呵呵冷笑 我会告诉你 苏木这小子 连加果都种活了吗 麦树果核到了他的手里 说不定真能出现奇迹 毕竟这小子 就像是挂臂一样 第547章 都是老狐狸 万树果实给你们了 我也该走了 还得带学生们上飞仙艇吗 宋宇正说着 白青走了过来 他先招呼了两位老师 然后对苏木说 又要讲再见了 回去后 帮我给凯文带声好 没问题 苏木笑着答应 白青叹了口气 上次道别 我还想着 等在见面时 就算不能碾上你 至少也要缩短些差距 没想到这次见面 差距却是变得更大了 也就是裴俊梅在这里 不然肯定会对白青说 我懂你的感受 苏木笑笑 谦虚道 主要是我们青城山教得好 说到这里 他忽然话锋一转 要不你来我们青城山吧 进步说不定能更大 听见这话 白青还未有反应 宋宇便先急了 要是白青真被苏木 挖去青城山 回去后 秦茂飞把他绑去 当解剖课的教学用具不可 宋宇赶紧把白青拉到身后 气急败坏地说 苏木你在做什么 当着我的面 挖我们毛山的学生 淳狐老师 你也不管管 淳狐月笑得很开心 活该 谁让你们老是想要挖走苏木 今天也让你们感受一下 好学生被他人惦记上的感觉 他不仅没有阻止苏木 还跟着起哄 白青同学 你天赋确实很不错 来我们青城山 在文校长的指导下 一定能有长足进步 你好好考虑一下 宋宇一看这情况 彻底急了 走开 你们都走开 果然是文武兵交出来的 跟他一个德性 都是不要脸的流氓 这话一出 他立刻感觉周围的温度 在瞬间下降了好几度 身后的白青 急得赶紧伸手拉了拉他 宋宇察觉到异常 扭头看了眼左右 顿时打了个机灵 这周围居然全是文武兵的徒弟 除了淳狐月 还有徐月 远至他们几个 这些人虽然没有吭声 却都用阴冷的目光盯着宋宇 让他感觉自己 好像是变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拿去做实验 我错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宋宇果断认怂 拉着白青 就跑回了茅山的阵营 见徐月等人没有追上来 宋宇方才松了口气 又让白青帮他检查身体 看看有没有中毒 好在徐月他们并没有动手 只是虚惊一场 倒是让白青啼笑皆非 吸收了昨天晚上的经验 今天各学校 都是在酒店里面集合完毕后 一同登上飞仙艇 避免了混乱景象的再现 一群人 站在飞仙艇的甲板上面 看风景 苏慕找到林建娥提了个要求 林师姐 我一直挺好奇 你葫芦里面零酒的味道 能丢我一口喝吗 不用多 一口就行 苏慕当然不是酒饮饭了 而是想要帮助林建娥改良零酒 以此表示感谢 要不是林建娥和江小白拼命阻止 左思明很可能会赶在老师们抵达之前 成功逃走 那样的话 苏慕非但得不到鬼母蛊猪和修行资料 还要随时防备左思明的偷袭暗算 这个人情 苏慕是要还的 至于江小白 他主修的是玉兽 最需要的是零兽粮 但那个东西 苏慕就不打算吃了 回去后 查阅相关资料与配方 不难搞出改良品种 林建娥见苏慕讨酒 不宜有他 笑着说 想喝酒 当然没问题 又问一旁的江小白 你要来点吗 江小白笑道 来点吧 咱们学校在今年的大修会上 奖牌总数排名第三 值得庆祝 最关键的是 压过了鹅眉山 报了去年迎新杯飞剑拉力赛的一箭之筹 没错 值得一鹤 林建娥扒开葫芦的筛子 轻轻一拍 两道晶莹剔透的酒水 从里面飞了出来 他手一翻 便出两个酒杯 把两道酒水接住 分别给了苏慕和江小白 随后拿起葫芦 跟他们碰了一下杯 灵酒入口 苏慕的第一个感受 便是辣 这酒真的很辣 很够近 紧接着 苏慕就感觉到了一股热浪 从胃里传出 瞬间席卷全身 让他体内灵力变得亢奋了起来 江小白则是被这一口酒腔的连连咳嗽 好辣的酒 林建娥赶紧给他递了一瓶水 你酒量不行呀 来 喝点水润润嗓 苏慕则趁机打量起了 课金外挂心获得的知识 这酒的名字 让苏慕有些惊讶 好奇地问 林师姐 你这灵酒 还是猴子酿的 你挺懂酒的吗 连谁人酿糟都能喝得出来 林建娥嘖嘖称奇 点头道 没错 这酒是我老师的助教 通必白元酿的 苏慕笑了笑 心说我虽然不懂酒 但我有外挂啊 他飞快课金 把这灵猴酿提升到了十分 品质跃升到了三级甲等 再喝一口杯中酒 细品过后 苏慕感觉圆酒的水平 应该是在八分左右 等他酿出完美版的灵猴酿 定能帮助林师姐 提升不少战力 这个事先不告诉林师姐 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喜 苏慕在心里面想着 另外把灵猴酿改动一下 还能出个新品灵酒 丰富客店的灵酒品类 一举多的 正想着 徐悦出现在了甲板上 远远地冲他招手 并叫他 两位师姐 我老师找 就不陪你们了 林师姐 你这酒确实够贱 苏慕把剩余的酒一口喝干 将杯子还给了林剑娥 林剑娥笑着说 酒要是不够近 怎么化作如虹剑气 也对 苏慕想了想 确实是这个道理 辞别两位师姐 她来到徐悦面前 问道 老师 你找我什么事 徐悦摇头道 不是我找你 是文校长找你 苏慕惊讶地问 文校长 他也在这艘飞仙艇上 自从抓捕左思明的任务结束 文武兵便一直没有现身 苏慕还以为他早就回学校了 跟在徐悦身后 苏慕来到了飞仙艇内的一个房间 文武兵就在这里 他们来的时候 还在处理事务 徐悦把苏慕送到就走了 文武兵朝苏慕点了点头 随手一指 坐吧 我这边马上就处理完了 苏慕硬了声吼 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找了张凳子坐下 一会儿后 文武兵把工作处理完 问他 我听徐悦和纯胡悦说 你打算写点关于杰丹的论文 苏慕点头道 是有这么个想法 另外 我还打算写点针对飞毒的文章 好好 非常好 文武兵很高兴 苏慕写的文章 质量都很高 他仿佛已经看到 又一轮论文连载的盛况出现 非常期待 写论文的过程中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只管开口 好的 又聊了几句 文武兵才到处 找他的真正原因 之前 我看到 古从左思明的身上 取走了一个东西 他有给你吗 苏慕忙道 有的 我一直想要就此事 向您当面道谢 文武兵白手道 你把论文好好写出来 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倒是张校长那边 你最好打个电话过去 道声谢 苏慕文言一愣 张校长 文武兵看着他道 怎么 你以为张校长就没有发现 人家只不过是觉得 你立了功 理应受伤 但又怕有旁人说闲话 才没有把这个事情挑明而已 原来如此 苏慕在心里面暗叹 这帮大佬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还要精明 真老狐狸 等回了学校 我就给张校长打电话道谢 文武兵点了点头 又问 古给你的 是个什么东西 神性物品吗 有什么用 是一个叫做鬼母蛊猪的神性物品 苏慕把鬼母蛊猪拿了出来 并把效用大概地讲了一下 左思明的分身 果然是跟这个东西有关 文武兵微微汗手 看来早就在怀疑此事 回去后 我会让研究人员 过来采集鬼母蛊猪的数据资料 作为留存 研究之用 放心 这珠子是你的 学校不会拿走 苏慕应道 明白 我一定配合 文武兵想了想 建议道 另外 你回到学校后 不妨去学一些小组战术配合 你九个分身之间 心念想通 掌握了战术配合 绝对比一般人强 苏慕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不知道该找谁学 校长有合适的老师介绍吗 文武兵说 学校马上要开战役战术课程 由军方的专业人士讲授 到时候 我推荐你去上课 谢谢校长 聊完正式 文武兵又问了一些 苏慕修行上的情况 然后拿出一份笔记给他 这是我抽空写的 关于炼养内丹的经验 应该能对你的修行起到帮助 苏慕再次表达感谢 几个小时后 飞仙艇降落在了青城山脚 没有直接飞进学校 在学生们要下飞仙艇的时候 老师们特地叮嘱 回学校的路上 你们可能会遇到很多学习飞剑的人 不要去打扰他们 听到这话 不少人都在纳闷 难道今年新生的水平很差 稍微受点影响 就学不好飞剑 唉 真是一介不如一介 想当初我们学飞剑的时候 哪有这些问题 第548章 飞剑驾校 成就梦想 苏慕也在纳闷 今年这届学生的天赋和素质并不差 虽然他连续跳级 但还在年纪群里 经常看到群里讨论公共课的学习情况 飞剑便是其中之一 从同学们的讨论来看 学得都挺好 前两天还有人约着 要在后山标剑 被辅导老师杨林好一顿训 难道是在为了即将到来的迎新杯 飞剑拉力赛做特训 苏慕忍不住想 虽然困惑 但是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大家 很快架起飞行道具 骑上灵晴 往山上的学校飞去 半路上 他们看到了一群 正在学习飞剑的人 这些人架驶飞剑的技术 实在让人不忍直视 飞得是歪歪斜斜 忽上忽下 同时还在不停地惊呼怪叫 搞得跟在游乐园里玩过山车 海盗船一样 这显然是一群飞剑出学者 而非苏慕刚刚猜测的特训 但是老生们没有在吐槽一介不如一介 因为他们发现 这群学习飞剑的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 青城山修真大学的学生 因为里面有不少是中年人 甚至老年人 这让大家非常惊讶 这些人是什么情况 也是我们学校的 我们学校什么时候 开办老年修真大学了 随同一块上山的老师 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什么老年修真大学 你们脑洞也太大了 这些人是飞剑驾校的学员 同学们更加困惑了 飞剑驾校 我们学校还有这几个 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一个老师解释说 刚开办的 你们不知道也正常 另外一个老师补充道 这是专门培养普通人的飞剑驾校 如果你们的亲戚朋友里 有想学飞剑的 可以介绍过去 不仅他们能够享受到优惠折扣 你们也能拿到提成 听到这话 不少同学都动了心 他们虽然成了修真者 但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 还是有很多普通人的 不久前 客店推出了普通人 也能用的云缩飞剑 他们的不少亲戚朋友 便打来电话 询问他们 能否教教飞剑技术 他们教倒是能教 但教会了 拿不到飞剑驾照 也是白搭 无证飞剑可是违法的 但现在好了 学校开办了飞剑驾校 介绍亲戚朋友过来 不仅他们有优惠 自己还能拿提成 双赢的好福利啊 当即便有学生迫不及待地问 老师 飞剑驾校在哪呢 有联系方式吗 驾校的办公地点 就在山门外的商业街 名字叫青城山飞剑驾校 至于联系方式吗 嗯 那边有个广告牌 上面有联系方式 你们自己看 老师抬手 朝着远处摇摇一指 众人齐齐扭头 果然是看到一面符文广告牌 悬浮在半空之中 广告牌上赫然写着 老军衣包制 肾虚腰不好 众人 几个老师也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怒火中烧 这是谁干的 谁把牛皮悬广告 都贴到我们的符文广告牌上了 太混蛋 太嚣张了 一个老师手掐法绝 朝着悬浮在半空中的广告牌一指 那夜牛皮悬广告 立刻被接下 飞到了他的手中 他瞥了一眼 飞快记住上面的电话号码 两把丝的粉碎 愤愤然地说 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清楚 对 彻查 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也很赞同 贴牛皮悬广告也就罢了 还是至甚虚妖不行的 什么意思 是在暗示我 青城山众人不行吗 太可恶了 必须要严查严惩 以警校友 在牛皮悬广告被接下后 众人看到了符文广告牌上的内容 一群穿着汉服 男帅女量的修真者 站在一把把被刷上了 青城山飞剑驾校字样的飞剑旁边 脸上挂着被迫营业的真诚笑容 他们还在用一种很好听的调子唱着 青城山飞剑驾校 是您学习飞剑的最佳选择 在这里 您花钱少 学得好 考试快 拿正顺 我们承诺 标准化场地 专业化教学 优质化服务 徐飞剑 就来青城山飞剑驾校 联系电话 有人认出了广告牌里的人 都是仙灵声乐和表演专业的同学 苏木也在里面看到了林军杰的身影 林军杰是不差钱的主 所以拍这个广告 学校多半没花钱 又是当成作业布置下去的 不过更让苏木在意的 还是出现在广告里的飞剑 都是客店出品的云缩飞剑 毕竟现在市面上 针对普通人的飞剑 只有这款是清明驾 随着飞剑驾校增多 考到了飞剑驾照的人增多 云缩飞剑的销量 肯定能够节节攀升 就是这件刷上7字后 有点丑 得让涂珊瑚们 帮着设计一下才行 很多同学都记下了 飞剑驾校的联系电话 准备把亲戚朋友介绍过来 但很快 他们又想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学飞剑的人 好像挺多的 驾校的教练够吗 毕竟学校里 教飞剑驾驶技术的老师 好像就那么几位吧 忙得过来吗 正想问 就看到一把飞剑 晃晃悠悠地飞了过来 剑上站着两个人 前面是正在学飞剑驾驶技术的普通人 后面是教练 教练正在驯化 看到前面的那棵大树了吗 撞上去 学剑的人惊了 啊 撞上去 那不得受伤吗 知道撞树要受伤 你还不赶紧打方向避开它 爬升高度也行啊 有人认出了这个教练 叫他道 沈真 你怎么当上飞剑驾校的教练了 沈真听到这话忘了过来 看到熟人很高兴 哎呀 是王师兄 你们参加大修会回来了 我接了个飞剑驾校教学的任务 过来赚点学分 众人一听 都很无语 又是这个套路 发布任务使唤他们这些学生 老师急忙解释 在飞剑驾校当教练 不仅有学分 还给工资 工资不低的 听说有不低的工资 很多人又动了心 修行是很花钱的 虽然学校会提供基本的修行物资 可是想要更好的担药 材料 法器等等 就得自己花钱去买了 他们是在校生 只能干点兼职的活 这么看来 去飞剑驾校当的教练 不仅有学分还有钱赚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群人很快来到了校门口 明明不是周末 但校门口的商业街 却是比周末都还要热闹 因为飞剑驾校的报名点和休息点 都设在这条街上 连带着让这里的餐饮 娱乐 乃至住宿等等生意 都变得火爆 老板们自然是喜笑颜开 但也有人是一脸的不爽 比如南天门四大天王 雄大眼力很好 远远地就在人群中看到了苏木 朝他招手 叫他过去 苏木带着屠山秘密 坐着床板飞剑 到了雄大五人身前 收起床板飞剑 苏木向雄大他们行礼问候 然后问 几位老师 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有点不太高兴 发生什么事了吗 山姬叹了口气 还能有什么事 来学飞剑的人太多了呗 苏木不解 这和你们几位没有关系吧 又不用你们去教 急急道 怎么没有关系 人多了 我们的工作量也跟着变多 既要防着这些人溜进学校 又要随时带命去救援他们 不让普通人进校园 并不是怕他们偷学修真知识 而是怕他们惹上作业和试卷 修真大学里的作业和试卷 可是会吃人的 还不涂骨头 至于救援 则是雄大他们 被学校为已的新任务 救援在学习飞剑驾驶技术课程中 因为操作不当摔下飞剑的学员 虽然学校在山里面布下了法阵 可以保护学员坠剑 也不会受伤 但要让这些普通人 从山里面自己找到路回驾校 也不现实 于是这个搜救工作 就被派给了雄大他们 雄大把情况解释了一番后 感叹道 现在天天忙得要死 搞得我们别说麻将了 连火锅都没怎么涮 嘴里都快要淡出鸟来了 苏木嘴上说着同情的话 心里面则在暗道活该 谁让你们以前天天涮火锅打麻将 还发朋友圈炫耀 拉足了仇恨 这活不派给你们 派给谁 不说这些伤心事 雄大挥了挥熊掌 似乎想要 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挥走 你走的这几天 灵竹出现了一些情况 叶子哭黄了不少 你赶紧去帮我看看 是吗 行 我这就去 时间还早 小叶子还在附属中学上课 苏木也不着急回家 先去帮熊大看看 灵竹出了什么状况 熊大领着苏木 就要往灵竹灵去 刚走没几步 身上挂着的对讲机便响了起来 有学员追见 请前往救援 该学员指明了 要熊大你去 又指明 这些人不会是在动物园里 露不到熊猫 跑这儿来 露我过瘾了吧 学员说了 只要你去 他可以给小费 我是缺钱的熊吗 位置在哪 我这就过去 问明了追见的方位 熊大冲苏木说 你先过去 我把追见的人送回驾校 就去找你 旋即身形一晃 便不见了踪影 苏木来到灵竹灵一瞧 果然有不少叶片 都已枯黄 仔细检查过后 他发现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些灵竹事 患上了一种名为 主感嗅病的病害 不难处理 可就在他准备对灵竹 进行治疗的时候 周围的景象 却是忽然一变 第549章 强行脑补 最为致命 遭遇突变的苏木 一点也不慌 甚至还很高兴 因为在突变发生之前 他的手机 就发出了示警信号 而且这个漆黑中 带着浪涛声的幻境 他很是熟悉 你终于来了 我找你很久了 苏木朝着黑暗中喊道 嗯 一个巨大的骨头架子 带着如山般的微压 出现在了苏木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两团幽蓝色的魂火 在巨大如深渊般的眼眶中跃动 正是久违了的骨头怪 骨头怪打量着苏木 确定他的兴奋 不是装出来的 才不解地问 你找过我 你不是应该躲着我才对吗 苏木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躲着你 因为你欺骗了我 骨头怪的声音 瞬间变得如惊雷般响亮 震得苏木耳朵疼 你说的那个愚者 我根本就找不到他 苏木复匪道 废话 你要是能够找得到 那才叫怪事情 不过他没有被骨头怪给吓到 因为这样的情况 一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 他有些好奇地问 能够给我说说 你都是用了什么方法 寻找伟大的愚者吗 骨头怪回答道 很多方法 比如让我虔诚的卷者 伪装成他的信众 念诵他的尊名 向他祈祷 甚至献祭金钱 以及顺着你给我的情报 进行调查等等 但是都没有收获 我给你的情报 我除了告诉你愚者的尊名之外 好像并没有说过别的东西吧 你说的那些情报 根本就是 你自己分析挠不出来的 能有用才怪 苏木在心里面吐槽 脸上的表情 却是丝毫没变 依旧淡定 骨头怪一直在盯着苏木的反应 事实上 骨头怪虽然没有找到愚者 但并不怀疑愚者的存在 甚至还觉得 越是找不到 越说明愚者足够神秘 足够强大 而在此次看到了苏木后 骨头怪更加坚定地相信 愚者就是存在的 而且已经脱离了牢笼 因为他看出了 苏木已经结诞 上次见到苏木 不过是二级修为 这才多久点 就结诞上四级了 这样的修行速度 要说背后没有骨神帮忙 骨头怪是 绝对不相信的 而能够帮助苏木的骨神 就只能是那个神秘 且强大的愚者了 所以 愚者一定是真实存在的 不得不说 这个逻辑 看上去好像是蛮有道理的 至于骨头怪的心事问罪 不过是想要吓唬苏木 看看能否从他口中 炸出点有用的情报 可惜 苏木经过一系列锤炼 演技早已经是炉火纯青 面瘫得让骨头怪 根本无法从他脸上收获情报 原来这些 都是你做的呀 苏木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 愚者他真的察觉到了 骨头怪原本就在怀疑 他用的那些方法 是不是早就被愚者发现 所以才会一无所获 此刻听到苏木的话 心中顿时 生出一种果然不出我所料的念头 居然是深信不疑了 他是怎么察觉到的 骨头怪追问道 苏木摇头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挺好奇的 但是不敢问啊 嗯 骨头怪微微点头 要是苏木回答上了他的提问 他反而会产生怀疑 但苏木说不知道 却是让他觉得这样才对 就算是卷者 神灵也不会对你试试解释 能让你知道一些秘密 就已经很不错 很是照顾和看重了 这个愚者的感知力 实在太强了 到底会是哪一位呢 骨头怪在心中想着 看了眼苏木 他说道 好吧 我可以不再追究你的过错 但你必须要告诉我 更多关于愚者的情报 我也不为难你 你只需挑你能说的说 说完后 我也会是情报的轻重 给予你奖励 骨头怪本以为苏木会很开心 因为上次苏木挣扎 扭腻的表现 已经说明了 只要给足好处 他就能出卖一些情报 可万万没想到 苏木却是冷笑着说 你还想要从我这里买情报 可以 不过 我们得先把之前的账散一散 骨头怪眼矿里的浑火一致 愕然道 之前的账 我没有什么账 你之前用跳舞娃娃 从我这里交换到了 伟大语者的尊名 对吧 对的 你当时说 那个跳舞娃娃是你的宝贝 因为受到了你的神力影响 具备了影响周围生物 让它们跟着一块跳舞的神奇能力 我没说错吧 骨头怪再度点头 困惑地说 没说错 怎么 难道跳舞娃娃失笑了 这不可能啊 苏木道 失笑倒是没有失笑 但是被他的真正主人给收走了 他的真正主人 骨头怪文言一愣 虽然在他的脸上 早已经没有了皮肉 但苏木还是从跃动的浑火中 看出了他此刻的心情很是惊讶 甚至震惊 你遇到了精卫 骨头怪问 没错 苏木点头 骨头怪上上下下打量了苏木一番 有些不相信 精卫没有为难你 苏木回答说 精卫上神明查秋毫 知道跳舞娃娃 不是我从他身上偷走的 自然不会为难我 但跳舞娃娃 却是被他给当场没收了 骨头怪却想得更多 他觉得 精卫没有为难苏木 恐怕还是因为鱼者 难道精卫知道 鱼者是谁 因为鱼者的面子 才没有为难这小子 要真是如此 鱼者的身份 恐怕比我之前 想得还要高 另外 这小子身上的气味 也有问题 想到这里 骨头怪仔细地嗅了嗅 心中骤然大惊 这是 骨的血液的气味 骨竟然把他的龙血 给了这小子 难道骨也知道了鱼者的身份 可鱼者到底是什么身份 才能让骨心甘情愿地 拔血给苏木 骨头怪越想越震惊 越想越觉得 鱼者既神秘又强大 也越发坚定了 要联系上鱼者 抱上对方的大腿 好脱离牢笼 不过在那之前 得先把苏木给搞定才行 骨头怪尴尬地笑了笑 为自己辩护道 我也不是偷的 而且 我确实把跳舞娃娃 带在身边很多年 他也确实 吸收了我不少神力 见苏木一副我不信的样子 骨头怪也不好 再继续往下说了 作为补偿 但你得告诉我 鱼者他到底在哪里 我要怎么做 才能联系上他 苏木摇头道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伟大的鱼者在哪 我不知道也不敢问 我唯一能够答应你的 就是把你找他的消息告诉他 至于他愿不愿意回应你 什么时候回应 我做不了主 也不敢做主 这番话 说了等于没说 但骨头怪飞 但没有生气愤怒 还觉得这样才对 如果苏木一口答应下他的要求 他反而会产生怀疑 在他看来 苏木只是鱼者的眷者 要是连鱼者的行踪 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还能随意告诉别人 那才叫古怪 骨头怪略做成因后 说道 行 你帮我告诉他 只要他能助我脱离牢笼 我愿意向他效忠 成为他的臣子 苏木点头道 我会如实转告的 不过 你是不是应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不然我怎么向伟大的鱼者介绍你 骨头怪呵呵一笑 对鱼者信心十足 以鱼者的本事 肯定早就知道我是谁 就不用 我再自爆家门了 苏木听到这话 面上虽然没什么变化 但心里面却是哭笑不得 鬼他妈知道你是谁啊 你这骨头怪实在是入戏太甚 感情把人骗得太狠 也是挺麻烦的 到现在连别人名字叫什么 都他喵得问不出来 第五百五十章 真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苏木很想告诉骨头怪 你还是报出姓名吧 鱼者是真的不认识你 但最终还是 忍住了没讲 既然在骨头怪的心中 鱼者是既神秘又强大的存在 那就要把这个形象维持下去 只有这样 才能让骨头怪心存畏惧 不敢乱来 苏木转问道 你为什么如此着急的 想要逃离牢笼 我看骨 就没有这样的念头 骨头怪冷笑着说 你让它和我换换 我这里除了黑暗 便只有日夜吵个不停的浪涛声 以及这些杀之不尽的蛆虫 贪婪的蛆虫 把我的血肉脏腹啃噬干净了后 就啃噬骨头 啃噬灵魂 你让骨来体验一次 看它想不想掏 听到这里 苏木也有些同情骨头怪了 骨虽然被囚禁在了冰层之中 但是并没有受刑 与骨头怪相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这让苏木很好奇 你当初到底是犯了什么罪 我当年不过是做了一个 臣子的本分罢了 骨头怪哼了一声 不愿多言 并强行改变了话题 你尽快帮我联系上瑜者 新一轮的秘境降临将至 我不想再一次被抽干 苏木捕捉到了一个新情报 问道被抽干是什么意思 骨头怪看了他一眼 迟笑道 你想知道 为什么不去问瑜者 是了 你不敢 作为卷者 你应该为他服务 而不是给他添麻烦 这一番话 看似在奚落苏木 却更像是在自嘲 没等苏木回答 骨头怪又说 你不敢问瑜者 没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隐秘 只要你能帮助我脱离牢笼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苏木星 说你不讲没关系 我可以去问骨和精卫 他们应该知道 我会尽力而为 但最终的结果如何 不是我能决定的 只要你尽力就行 我相信 瑜者既然离开了牢笼 就一定是想要有所作为 而我 自问能够帮助到他 骨头怪信心满满 不知道是又脑补出了些什么样的剧情 苏木暗叹 这骨头怪不去写当编剧 真的很可惜 这脑洞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一个大 看着骨头怪身上那片密密麻麻 不停蠕动的蛆虫 苏木心中一动 让你离开牢笼的事情 我做不了主 但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先解决掉这蛆虫的腐蚀之苦 你 解决这些蛆虫 骨头怪发出了一阵怪笑 你以为这些是普通的蛆虫 连我都奈何不了它们 你能解决 开什么玩笑 我解决不了的话 可以向伟大的愚者请教 他肯定有办法 要是不能解决这些蛆虫 你就算离开了牢笼 也只是换个地方受刑 有什么意义 骨头怪的笑声戛然而止 沉默了片刻后 他说 你这番话有几分道理 你想怎么做 这些蛆虫 是指啃食你吗 苏木问 骨头怪眼矿里的浑火一颤 怎么 你想要试试这些蛆虫的滋味 没错 前提是 它们不会伤了我的性命 只有直观地感受一次 这些蛆虫的威力 我才能准确地向伟大的愚者描述它们 要是不给这些蛆虫咬一口 又怎么能够激活刻金外挂 不激活刻金外挂 又怎么能够弄到它们的资料 找出解决的法子 骨头怪贱苏木 不像是在开玩笑 才说道 有我在 自然是伤不了你的性命 但是你的神魂和修为等等 可能会受损 能够疗养好吗 能 那就行了 苏木放下了心 受伤不怕 只要能够疗养好就行 再说了 受点伤遭点罪 换来一个让骨头怪多惧怕的知识 不亏 真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 你想要什么 骨头怪问 可别告诉我 你没有锁图 只是想要 助我离开苦海 那样的鬼话 我可不信 当今世上的人 求神拜佛都是有锁图 何况骨头怪之前 就与苏木打过交道 知道这小子 是一个无利不欺早的人 苏木也不跟骨头怪客气 他当然会无私助人 但骨头怪不在这个范畴里 宝贝 功法 知识 都可以 我不挑 呵呵 骨头怪冷笑连连 你不挑 你要的都是好东西 当然不挑了 苏木把手一摊 除开这些 我要别的 你也给不了啊 骨头怪不吭声了 瞄了个咪的 扎心了好吗 在他身上 除了这些之外 确实没有别的东西了 虽说他可以让信徒给苏木钱 但是这么大的忙 可不是给点钱就能搞定的 深吸一口气 稳定了心神后 骨头怪说 我这里有一套炼养神魂的功法 你正好可以用 不仅能够帮助你 尽快地恢复受损神魂 还能将它修炼得更加强大 苏木点头 行 就他了 还真是不挑 在青城山修真大学里 也有炼养神魂的功法 但苏木想要看看 这上古的功法 与当今流行的功法相比 有哪些一同于优劣 之前凝聚那单 让苏木体会到了 将两种风格迥异的功法 融合后得到的好处 如果可以 他也想要试试 将上古神灵所学的功法 与当今流行的功法融合 看看在古今何必后 又能带来怎样的变化 骨头怪没有立刻把功法给苏木 这些等会儿再说 他只是问 准备好了吗 来吧 苏木深吸了一口气 做好了兽型的准备 骨头怪健壮 轻轻抖动身体 就见一条条蛆虫 如雨点般 落到了苏木的身上 怕他承受不住 骨头怪都没敢弄太多蛆虫给他 即便如此 苏木还是瞬间就感受到了 从全身传来的剧痛 这种感觉 比他之前受过的任何一种毒素 诅咒 以及伤痛 都要更加的痛苦 所谓万以世心 恐怕都急不上这万一 想想骨头怪在过去的千万年里 日夜受此折磨 居然没有疯掉 心智不是一般的强 同一时间 在苏木的眼底 出现了一片数据语 课金外挂被成功激活 这苦没有白受 苏木暗叹了一句 同时鼓足利器 出声喊停 骨头怪讥讽道 这么快便受不住了 连三秒钟都没能坚持到 你也不行呀 他眼眶里的浑火瞬间飞出 轰的一下 就将掉落在苏木身上的蛆虫 尽数烧成灰烬 却没有烧到苏木分喉 感觉怎么样 苏木大口喘息 心有余悸 比死还难受 骨头怪欺然一笑 说得没错 所谓生不如死 便是如此了 你身上的蛆虫 我能帮着烧尽 但我身上的蛆虫 却是源源不断 杀之不尽 苏木没有揭查 扫了眼新得到的知识 躯骨养殖技术 残缺 四分 马马虎虎 六级甲等 又是一个残缺的知识 苏木之前也获得过一个残缺知识 正是将骨囚禁在了冰封牢笼里的锁神符 这两者的级别 估计差不了多少 要是能够提升到完美 并把残缺二字去掉 都得是神术仙法一流 不过光是这残缺的知识 课金提升到完美 就得花掉一大笔钱 去掉残缺二字 需要花费的金钱 更不知道要多少 好在苏木也不着急 至于骨头怪 他都受苦了千万年 应该也不着急 反正一点点帮着他解决痛苦就行了 还能以此从他的身上 骗 嗨嗨 交换到更多的好东西 不过提升这个知识 需要花很多钱 不可能全都有我一个人出吧 苏木想到这里 仰头看向骨头怪 嘴角涌现出了一抹笑容 骨头怪的心中 忽然生出了一丝不安 你又想做什么 没什么 苏木笑了笑 我会尽快把这些蛆虫的情况 汇报给伟大的语者 等他降下启示 我再告知你 苏木没有在这个时候提前 得先让骨头怪尝到一些甜头 有了期待感 然后再来提前 事儿才好吧 骨头怪不已有他 点头说道 我这次给你的宝贝 上面有我唠嗑的印记 你可以用它施展通神术 与我取得联系 苏木眉头微跳 你怎么知道 我会通神术 骨头怪笑道 金卫身负 镇守神域之责 轻易不会离开 你会遇到他 肯定是用通神术找我 结果却被跳舞娃娃 带到了他的面前 怎么样 我说的没错吧 苏木点头 确实如此 这次你给的宝贝 不会再把我带到别的神仙面前了吧 幸亏骨头怪的脸上没有皮肉 不然肯定会被骚红脸 他轻咳了几声后 说道 这次给你的宝贝 是我亲手锁链 绝对不会再把你带去别家 除非是你自己经受不住引诱 你还会练制法宝 苏木闻言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骨头怪傲然道 我当年就是以善恋法宝闻名于世 要不然我敢说 能够帮助鱼者完成他的计划 欧东北指向箭头 东南指向箭头 苏木笑了起来 笑得很热情 这笑声与笑容 让骨头怪的心里有点发毛 他忽然有种 被黄鼠狼给惦记上了的感觉